大家好,今天是2018年5月21号星期一 大家好 有网友在下面评论区善意的提醒 说我前两天有一点情绪化了 然后希望我过两天冷静下来 就是说再整理一下思路 我想像我网友说的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现在冷静下来我想说说什么呢 就是说我对整个郭文贵先生这个事件 就是说某种程度上 就是说我的支持其实跟大家不太一样 大家可能就是支持他什么带领大家反抗共产党什么的 其实我是我对这个东西 我也不能说不支持 我是说我完全不看好 我不认为这个事能成功 就是说郭文贵如果他真的想造反的话 我祝福他我是不支持 我不支持郭文贵造反 我支持的郭文贵是什么呢 我支持郭文贵能够就是说 就是保财保命保护好自己 争取自己的权益就好 讲讲道理 就是为什么我是这样子的想法呢 我是觉得是这样子 中国现在属于就是说一党独大一党独裁 基本上现在可以说处在一个独裁制 虽然我之前我承认中国就是说 从体制上来讲是一个民主共和制的体制 但是就好像农民家门口这是我的五个理论之一 你如果不知道你可以去查一下我前面说那五个理论 就是说农民家门口小汽车 它虽然有 但是它根本就用不了也开不了也做不了 只能在这摆着 就是相当于一个家里的一个摆件式的东西 你知道吗 就是炫耀的我有 但是就是说本质上来讲 我们现在是个一党独裁的国家 然后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起点在这儿 我们要到一个终点 终点的我们的目标 而我们希望最后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法治自由的一个国家 就是说从起点到终点 就是说我不认为是能够从这儿一下直接蹦到终点来的 就好像我今天我们比如说生个孩子 然后你说今天生完了 明天他就大学毕业了 这个可能性就不存在 对吧 他肯定他底是先生 生完之后从婴儿期到幼儿园 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上大学到大学毕业 他有一个过程的 所以我们现在从一党独裁 直接就是做梦 或者说梦想一步跳到民主法治自由 我不认为这中间有可能性 这存在一种拔苗助长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现在从一党独裁 首先来讲就是说稳扎稳打 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往前走的话 我们现在第一步是进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萌芽 很多人说中国开始过资本主义 其实中国我觉得一直来讲 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开始过资本主义 包括这个慈禧 他在这个就是说这叫洋务运动 慈禧他们满清的末期搞了洋务运动 他也是就是说他学了一些资本主义的皮毛 但是并没有学资本主义的 就是说那种内涵那种本质 到后来蒋介石到老毛 我觉得都没有真正的把资本主义的那种精髓 就是说学习过来 到现在我们改革开放30年 我觉得我们实际上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 就是小平同志说我们现在叫社会主义 我觉得anyway吧 起什么名字都好 但是总之我觉得我们现在不是资本主义 真正的资本主义的话 资本家在资本主义里边 他们所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 而在中国目前来讲呢 这些资本家这些财阀 在整个政治体制内他们能起到的作用呢 很小 就好像郭文贵先生说的 就是说现在中国的这些资本家 这些财阀 或者这些企业家 这些生理人呢 在中国某种程度上就好像是那种养猪的 共产党他们养 养的差不多肥了 他们宰了 然后大家分肉吃 或者呢 就是说像郭文贵说的 可能就像小姐一样 就是说官员就是嫖客 企业家就是小姐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说中国一直来讲 没有进入一个资本主义萌芽 资本主义萌芽是什么 就是说最初期的时候 我要我们首先要承认 像郭文贵以郭文贵为主的这些商人 马云也好 王健林也好 反正中国这些企业家吧 多多少少或多或少的 带有某一种原罪 就是说他们最开始的时候 肯定是跟政府跟权利 是有所勾结的 他们才能够就是说 挣了这么多钱 就是几百亿 对吧 你看几百亿美元 你说这个巴菲特比尔盖茨怎么样 现在很多中国的企业家资产 都超过巴菲特比尔盖茨 就是说他们来讲呢 我觉得完完全全否认自己的原罪 就是说我没有跟官员勾结过 我没有跟政府勾结过 我没有依附过权利 我觉得就不好 但是呢我们就是说因为 社会呢普遍如此 就是说这是属于 就是法不择众吧 对不对 那就没办法 我们普遍接受 但是呢他们依附于权利之后呢 他们争取了这些财产之后 当他们手里的财富 累积到了一定的 一定的这个等级的时候呢 他们可以反过来 去影响权利 就好像这个桌子 我打了这桌子一下 这个桌子会给我一个反作众力 就是说权利呢当初呢 帮助了像郭文贵这些人呢 争取了巨额财富 当他们的财富 大到了富可敌国之后呢 他们可以反过来来影响财 来影响权利 而在中国目前来讲呢 没有达到这么一个情况 就连这个资本主义的萌芽都没有达到 你像英国以前的东印度公司呀 美国以前 勒克菲勒他们 就某种程度上这些大财阀 能够开始影响政治 就是说他们选出来的政客 某种程度上是大财阀的一种 就是说代言人 他们利益的代言人 而现在来讲呢 中国还不是 中国现在还是就是说政客 谁得了权利 然后他的下面的三姑六姨 也就开始 那去挣钱 而不是呢 有比如说有马云 或者由郭文贵 或者由王健林 他们来决定 就是说我们下一任领导人是谁 我觉得就是说中国现在到谈自由民主法治 还有点早 我们先能走到一步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有一天了 就是说马云 王健林 郭文贵 他们几个人 坐在这儿搁几个喝个茶 然后就说那咱下一届 下一届主席选谁呀 该谁执政了 是不是 他们几个一定就完了 就走到这一步 当然你看起来 这是资本主义落后阶段的一个发展时期 但我们中国就连这一步都还没走到 所以我就觉得 某种程度上我支持 就是说带有原罪的这种郭文贵 或者是 如果有一天马云也从中国跑出来了 或者王健林跑出来了 或者肖建华 或者吴小辉 谁跑出来了 我也会支持他们 我支持他们的 不是说我支持他们的这种落后 这种原罪 我支持他们 我是希望中国从一个一党独裁的 一党独大的一个国家 先走到一个资本主义的萌芽 就是说这些财阀 这些大的资本家 大的企业家 已经能够的 就是说不再是 就是说人为刀足 我为宇宙 我完完全全的 就是说被权力来想横着切 横着切 想竖着切 竖着切 对吧 郭文贵现在他站出来了 在反抗 他好像就跟李友人利益揪狗 然后最后不想怎么着 他站出来再反抗 我们某种程度上 我就觉得现在很多人说郭文贵是大英雄 怎么着 我觉得谈不上郭文贵就一个高级版的秋菊 就跟秋菊打官司 一上访户差不多 但是我是支持他上访户的 为什么呢 如果有了这一个上访户 一个上访的先例 如果他能够最后保财保命 然后使自己不受欺负 不被人随便的横着切竖着切的 他就会带动以后就会有一些新的上访户 年轻的上访户出来 就是说以此来给中国的这些企业家和资本家们的一个选择 另外一个选择 就是说你不一定偏要向中国政府投降 你也不一定的就是说像令丸城 像赖昌青 像博瓜瓜 像乐视的老总 就是说你们跑到国外来就闭嘴了 不敢惹到中共了 其实没必要 你看郭文贵能够惹到中共也没事活好好的 所以你们出来之后也可以去揭露中共 像博瓜瓜呀 令丸城啊 这个乐视的哥们叫什么来着想不下来了 反正就是说你们也可以开始说 其他的企业家也有了一个强心针 就是说一旦我在中国我惹的人 我出了不行了之后 我赶快跑 我只要跑到美国来之后 我还可以保财保命 我甚至还可以跟他对着干 我觉得这个就使得中国的这些当权者 不能再对财阀们 就是说瞧不起或者予取予求 就某种程度上让这些大的资本家 大的财阀就是分权 让我觉得中国现在就是权力太集中了 何平老师认为权力集中的比较好 有利于做事情 但是我真的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还是权力要分散 你像美国现在比如说三权分立也好 四权分立也好 现在我们根本做不到 我还说你现在就是一个刚出生的一个婴儿 甚至有可能 就是说还刚怀上 你现在就想像美国那样大学毕业是可能性不大 你现在想的是我怎么能够先到幼儿园 就是说我们中国现在连幼儿园还没走进去了 我们想大学毕业就不可能 我们的先分权 先怎么分呢 就是最起码让大像英国那样东印度公司那种大的资本家 像美国那样那些大的财阀能够分开政府的权利 我觉得像这样子都好 这都算是进入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因为有些人不就说 像那个后边播报就说 说郭文贵现在成了组织部二部了 就郭文贵报谁 谁就升官 谁就发财 是吧 这挺好 这不就说明郭文贵在影响中国的政治了吗 对不对 不一定 其实这种影响不一定偏要的是 就是说负面的或者是正面的 不是说郭文贵报谁 谁瞎起了就好 郭文贵报谁 谁上起了 这一样说明郭文贵的影响力 你懂我的意思吗 你不能够说 哎呀 这挺 这你看郭文贵你报了报的气 没有容 怎么没有容 他报谁 谁就升官了 对不对 那以后这样子的话 郭文贵想让谁升官就报谁 对不对 你倒过来认不完了 道理总是这样 你从这边也行 从右边也行 对不对 那以后郭文贵我看 跟谁好 我就报谁链 谁不就升官了吗 对不对 anyway 他都对中共产生了影响 这种反作用力是清晰可见的 而且他分了一部分中国的权利 而且就是说最大的 就是说他有一个号召性 给其他的企业家 我相信短期内也许我们看不到 但是长期的话 未来在5年到10年 肯定 我相信肯定会出现第二个或第三个郭文贵 但是能不能出现第二个或第三个郭文贵 要看什么呢 要看郭文贵能不能成功 为什么我说支持郭文贵 我希望郭文贵最终能成功的 就是说如果他成功了 他得到他想要的了 别人才会来学习他这条路 他走这条路 这条路走了 能走得通 能走得成功 如果郭文贵最后失败了的话 就没有人 如果他最后身败名裂 家破人亡了 其他企业家就不敢再走这条路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支持郭文贵 我明明知道他有很多的原罪 我明明知道他现在实际上 还在跟中共勾兑的情况下 我还是支持他 就是因为什么呢 我希望他能够跟中共勾兑成功 我希望中共最后能够向他妥协 我希望中共最后能够满足他的一切愿望 使得其他的企业家 看到郭文贵这么做了之后 这条路不但能走 不但安全 不但走得通 最后还能成功 还能给自己获得利益 这样才会有更多的企业家 更多的上访部来效仿他 而这才是我支持他真正的原因 我并不支持他造反 我也不支持他搞那帮暴民小粉红 我就搞的觉得乱七八糟的 但是我能明白 就是说如果他不搞这些的话 不给中国 不给中共感觉有压力 有压迫感的话 中共凭什么向他妥协 对不对 但是我就觉得其实你不需要搞这些小粉红 你一样可以让中共感觉到疼 而你现在搞的这帮小粉红 并不让中共感觉到疼 真正的扎他让他疼 其实有更多更好的方法 而不是用现在这种方法 郭文贵他现在进入一个误区 一个什么误区 他就认为我三千两条 我要不说点什么 我的热度就衰减了 其实不是的 你其实不用担心这个 你知道吗 你这么三千两头又不爆料 说点有的没的 慢慢的那些想听你料的人都走了 留下的都是一帮 不知道什么玩意儿 你知道吗 所以其实你这么三千两头的爆料 你认为你是在巩固自己的热度 实际上你是在 就跟我一样在洗粉 而我的洗粉是什么呢 我把那些不好的 就是说素质低的 幼稚的洗掉了 把一些素质高的 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留下了 而郭文贵现在也在洗粉 郭文贵现在洗粉是把那些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慢慢的都洗掉了 把那些没有的人都留下来了 你知道吗 就是你现在再倒过来洗粉 所以呢 基本上这就是我的一个想法 是吧 那就讲到这里了 好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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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